粉丝提问,如果吃鸡加入传送枪,可以任意打开传送门,游戏会怎样? 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,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 变化一,传送枪属性要限制 首先,如果传送枪上线的话,肯定要对它的属性好好设置 比如最多只能用一次,而且只能打开两个传送门 传送门持续时间也不能太长 刷新也要设置得很稀有,这些属性必须设置好,不然可能会严重影响平衡 变化二,不怕进不了圈 传送枪开启的传送门肯定可以在地图上任选 所以到时候如果有传送枪的话,就再也不怕进不了圈了 不管前中后期都是,想用了就直接开启传送门 点击传送就进圈了,就好像突变团境的传送门一样 再也不用怕没载具或者被DN卡住了 是妥妥的进圈神器,实际概率也会因此提升 变化三,有人会堵传送门 如果真的加入传送枪这个道具 在开启传送门之后,如果被DN发现了 那肯定会有人在传送门附近敦服 万一有人传送过来了,就直接开打 这就和堵桥是一个性质,尽等有缘人 所以到时候选定传送门位置的时候要好好选 千万不能设置在大平原地带 不然就不是传送了,而是送人头了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见